学校午休时间 与盛田优石两名同学一起吃饭的纳油多让他们把甜品给自己 二人立刻照做 随后纳油多一边吃甜品一边感叹今天没什么人来上学 明明之前听说有不少从东京搬来的孩子 盛田和优石则告诉他比起搬来的人 死掉的学生数量更多 比如他们熟悉的梅宇同学 不是死掉就是失踪了 就在三人聊天的时候 一支全副武装的部队突然闯入教室 将纳油多团团包围 同一时间 受伤的三婴招从昏厥中渐渐恢复意识 耳畔率先传来的是电视新闻的声音 新闻报道 目前东京都内仍处于全区域停电的状态 北边的区域准备实施计划性停电 截止目前 已经确认遇难及失踪人数超过2000人 并提醒市民如发生趁乱煽动群众 传播恐慌的不法分子 要拨打电话举报 在新闻声音中苏醒的招 缓缓睁开眼睛 发现眼前全是忙得不可开交的医护人员 他们一边搬运伤者 一边礼貌地大声恳求现场其他人让出通道 招坐几身来后 身边的老奶奶突然朝他搭话 说自己也有个和招差不多大的孙子 但被瓦利亚扁了 听闻此言的招 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 只能悲伤地在心里感慨 自己又被电剧人救了 而此时的电视机内 依旧播放着下落恶魔事件相关节目 一个熟悉的声音 以激昂的情绪演讲着 遇难的并非只有日本 随着下落恶魔的出现 世界各地的重力都陆续出现了异常 踏方滑坡 你是流等地质灾害 能把这个渐渐步入终结的世界 托付给政客或者恶魔恋人吗 打倒下落恶魔和枪制恶魔的不是别人 正是电剧人 我希望能够给无常整救我们的电剧人提供帮助 我们一群有着相同想法的同志 创立了全新的群体 其名为世界和平电剧人协会 在电视中发表演说的人正是一世海忧 他情绪高涨地告诉大家 电剧人协会正在招募 想要与电剧人边间作战的人才 号召大家一起奔赴前线 避免即将到来的诺查丹玛斯大预言 但观众们却是嘻嘻哈哈的态度 主持人也把他的演讲当作笑料 吐槽一世海忧竟然相信诺查丹玛斯大预言 还告诉他如果在世界终结之前 不好好考大学 那人生恐怕会先一步完蛋 引得现场观众哄堂大笑 演讲失败后 一世海忧狼狈的回到准备间 保锤桌板发泄不满 并对季赫吐槽自己的发言都被当成了笑料 问他是否真的有必要上那种低俗综艺 对此 季赫的回答是 没关系 这次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小瞧我们 这让一世海忧十分不解 但季赫并不打算继续解释 只告诉他不用深究 就在此时 一只手突然搭上了一世的肩膀 季赫说得对 一世同学 你的工作就是成为我们的门面 季赫负责动脑 你们两人一起运作名为电锯人协会的身体 那副身体 以后埋心无恶的世界吧 听到神秘人的声音后 一世终于不再追问 只说自己知道了 一切都是为了电锯人 而电锯人电刺 已经被绑住手脚 关进了一个逼色的房间里 哎呀 真是太好了电死君 能够顺利保护到你 站在电刺对面的吉田 以一如既往的语气说着 电刺则没好气的反驳说 自己在学校睡得好好的 结果一觉醒来就被绑着 这算哪门子保护 随后被吉田告知 三云招现在在医院里并无大碍 于是电刺又继续追问 纳油多和自己的狗狗们怎么样了 得到的回答是 他们和你一样 正处于我们的保护之下 听到这句话后 电刺当即愤怒地甩开椅子 结果脸朝下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你要是敢让纳油多他们 遭受我这种待遇 我就宰了你 上他们回家 现在立刻 作为回报 我给你舔一周的句话 电刺以威胁的口吻哀求着 吉田却表示 自己不会加纳油多和狗狗 也不需要被舔句话 只不过 简线他们保护电视期间 给yes 就怎么说 小丝市 小丝市 伤口 并非 这儿